HELLO,SEEPIA, HELLO,BONNIE,我們今天第二次見面 沒想過,我忘了原來是第二次,第二次,好像很熟 所以今天盡情問大家的問題,我還不認識你 你問吧,你又問結答 其實我上次剛剛兩三個星期之前 在素食博覽中看到 你們買的Keto Bar Vegan Vegan和Raw 個人來說不太有興趣 因為根本上都沒有不機會吃到好吃的東西 而且人類的進步就是發現了用熱水去煮食 食物很好吃 你叫我現在反過來不要煮食物 I don't know 是的 謝謝你介紹 我試了 It's really good 謝謝你 所以今天就要特地邀請你來說 謝謝 謝謝 Have me here 謝謝 那你不如說一下你最初如何做了Vegan食物 純粹是因為我發現自己的身體不適合吃焗的食物 OK 我吃完我的身體很容易氧化 我一吃焗的食物 我身體會有反應 皮膚、喉嚨、扁桃腺、發燒、感冒 那麼遙中 如果那陣子睡得好心情好 那吃一兩次還可以 到第三次都會發燒 容易發燒 在扁桃腺裡面 所以我就清楚了解我身體不適合吃焗的食物 或者炸的、煎的食物 那我就是第一件事 所以我為何要做RAW這個BAR 你是小時候一直都是這樣 你何時開始去轉了這個方向 當我出來做事 外了接觸健康的食物多了 營養的知識多了 就開始留意到原來自己身體不吃得某些東西 然後就開始慢慢轉 轉了之後發現身體很大轉變 當然除了沒有發燒之外 沒有那麼容易感冒 沒有那麼容易發燒 然後腦袋會清晰一點 七、八年前第一次發現的就是不吃得微精 然後四年前才發現不吃得牛奶、膚質、酵母這些東西 是不同時間發現的 就是了解自己身體多了 關心自己多了 還有在工藝店裡做 然後很多客人都不吃得這些 然後我就開始自己想留意一下 是不是都不吃得 所以我就試一下一天吃這些 一天不吃這些 然後看看效果如何 然後發現原來我是不能吃的 很多東西就不能吃 對 吃了之後 令到即時腦袋好像有夠暈 很累 完全是立刻需要一張床給我睡覺 睡三、四個小時 沒有力氣 以前不知道什麼事 我以為自己有病 以為自己是天生身體有問題 然後發現了之後才知道 哇 差很遠 還有皮膚也差很遠 然後身體非常之大轉變 非常大身體 還有腦袋的能力 還有腦袋的專注力 是差很遠 Asian 或者香港的文化 沒有什麼概念 真的純粹是覺得你天生身子弱 頂了龍 對 然後可能喝寶湯寶物 對 或者習慣了這樣的身體之後 就以為自己是這樣的 沒得搞了 習慣了 對 所以其實 在生物店裡接觸到很多 了解多了食物的來源 然後令到你慢慢嘗嘗 看看這個地方的東西 就開始自己試做食物了 做食物是因為 當我發現了我不能吃的 剛才說的東西之後 就開始找 有什麼吃的 然後發現沒什麼都買到的 當時有些包裝 就說自己很健康 然後看一看成分 然後 一翻到後面 然後要放放低 所以最後看完所有的標籤之後 我覺得我去超市 除了可以買菜 水果 水之外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買 OK 所以就開始自己製 一些什麼營養都有的 花給自己帶出去吃 或者說 我現在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我究竟有什麼營養可以給自己 然後就開始找有什麼 餐廳 對 因為當時我已經學了 就是學了營養 自然療法 以及中醫 我十幾年前已經學了 不是專業的 但是夠知識可以搞定我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自己最了解自己 所以就知道有什麼我要小心 有什麼可以做 所以你現在全部用RAW FOOD去做 現在是沒有焗 我在製造過程中沒有焗過 因為你的身體不適合做 我身體不適合吃焗的 一吃完之後又有不良反應 那你做的餐廳的時候 這一部分是給你的 另一部分你繼續去採用 那麼多不同的餐廳 你如何去配合 是純粹由味道 還是你經常都在看 每一個BAR的營養 那些東西 有啟動嗎 我是其實有很有趣的 是很久 我從製造工廠開始 我已經留意到 有些感覺是覺得 在想著 為什麼市面上有這麼多零食 但全部都是對身體不好的呢 那時候有想過 因為我那時候 認識少許東西 我問我能否將零食 變成有營養的東西 對身體好呢 所以如果有就好了 其實是想的 沒想過真的做 那直至到真的 自己真的做一些BAR 開始給自己 代替一餐的時候 就開始 將這東西 變成 以營養功能為先 所以現在我的BAR 大部分都是以功能為先 OK 譬如說我有個BARRY BAR 很想歡迎的BARRY BAR 因為我經歷過吃了 很高抗氧化的BARRY 每天吃 那時候連續吃三個月 那時候皮膚很差 很多暗瘡印 去都去不了 沒有想過會 有機會沒有了 尤其是你已經長大了 應該覺得沒得了 沒得了 沒得了 你用很多錢 不知多少萬 去美容院 聽說 那些LASER才可以有效 所以是不覺得有用 不覺得有什麼食物 可以幫到 直至那時候 真的吃了 連續每一天 喝一杯Smoothie 是加了很多 高抗氧化的BARRY 三個月左右 大概皮膚 完全是那些 很頑固的印 是沒有了 然後毛孔是小了很多 有光澤 望裡好像很多骨膠原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BARRY真是有用 原來高抗氧化的食物 是這麼強勁 經常聽別人說 但你沒有視訊 你不知道 沒有人 你很 Committed 去實現 這個才可以知道 那你真的用了 用了食物來做 你的糧藥 對 所以我就把所有 Experience 所有有用的成分 的食物 放進一條包 希望你可以一邊走 一邊吃 又可以對身體有不同的功能 其實也都很 如果沒有你本身身體問題的人 其實平時吃的都是 都是一個很好的 substitute 你不用 你頭痛就去找 頭痛藥 但是你去用 Energy Bar 都維持你的健康狀態 是的 除了吃飽之外 還可以給你 從本身食物的Energy 本身食物可以提供到你營養 代表你會有能量 為什麼我平時這麼累呢 就是吃了一些垃圾食物 這樣的人就累了 腦袋就不清晰了 吃了一些有營養的東西 這樣的人就有精神了 所以一邊有營養的能量 一邊又可以有不同特定的功能 就像剛才的Berry Bar 很高氮氧化 還有很高維他命C 你吃完一條Bar 夠你一天需要維他命C 那好 那你現在叫你的食物是Keto Bar Keto Bar 其中一個系列 有三個系列 另外有幾個分別 Keto Bar Keto系列是在吃Keto的人 或者是糖尿病人 或者是癌症病人 現在是癌症病人 癌症病人是 糖和高澱粉質的食物都不適合吃 因為糖和高澱粉質的食物 最厚得變成糖 糖會令到增加癌細胞增長 所以Keto系列是適合這些人 還有有些人是癌症病人 是的 其實我有看到Keto diet 原本是癌症病人 很有效的 那這四種人 還有我有些朋友 或者有些客人 他們是嚴重的濕疹 他們都是不適合吃糖分 以及不適合吃高澱粉質的食物 所以濕疹人士都是適合吃的 嗯 另外一個系列就是CBD 現在很HIT 大家也有聽過 我那天在Expo 大家路過 CBD 每個人都立刻問你 有什麼CBD 對 很興奮 CBD系列 現在很HIT 在大麻裡面提取出來的成分 就是幫你放鬆 你的人很安靜 然後幫助睡覺 睡得好一點 還有幫助身體的嚴症 令到他減少 因為其實你 在香港生活實在是太過繁忙 而且永遠都是很急躁的 另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功能性 功能性 功能性的主要是有不同功能 例如剛才我所說的那個Berry 維他命絲和高抗氧化 還有黑芝麻 我們最受歡迎的味道 我做它是為保腎 和腎好 頭髮好 所以就叫做Hair Dry 但是一開始是因為 我晚上有時去柯夜尿 柯夜尿呢 中醫來說是神虛的 就是撇除你喝太多水的原因 都不斷地柯夜尿 就是神虛 所以我就試試用不同的方法 最後試了黑芝麻 我發現很合理 所以你的功能是 補回你平時身體的 不同的生活的 我們都需要的東西 還有一個是Ginger Spice 即是薑加香料 這個是吸引的 對 好吃 是因為我本身身體是一個極寒 極濕的人 OK 加上香港的情況 香港是裡面很冷的 冷氣很大 夏天的時候很熱 很多女生都有這個情況 就是經常覺得人很濕重 這是為了新人代謝和許濕 然後還有抹茶 抹茶大家都知道 很高的 你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 我只是說 aquin 我覺得了 原ек是иг 這只是看到 葉有分小的嬰葉或年長一點,再老 葉的最低部分比較老 味道比較濃,但比較苦澀 喝下去的味道和最頂的嬰葉有分別 最頂的嬰葉的顏色是青綠色 第一是青綠色,而嬰葉的抗氧化會比較高 反過來,為什麼呢? 不知道 我是看報告的 再加上,喝完大概15分鐘 吃完之後,它也有抹茶的甘香 好像奶香味在口腔裡,不會走 綠茶葉,好像很多咖啡店購買的綠茶葉 很深,很暗色的味道 味道很濃,但很快就會消失了 這就是貴和便宜,或者是漂亮和不漂亮的分別 我見證著我的客人,外國女人 那位客人是50多歲的女士 她的皮膚非常漂亮,很有光澤 你覺得是吃完你會很漂亮嗎? 不是,是我還沒做我的酒吧之前,我認識她 她說她每天都在喝抹茶,喝了十幾年 她說抹茶真的令她的樣子沒什麼變 而且皮膚很好 然後我說,哇,很厲害 聽就聽得多,又是未見證過 所以我就把抹茶加入我的 recipe 裡面 看看大家每天吃完之後 對,十幾年,每天吃一條抹茶吧 各個都有不同功能 是用力,用力,用力,用力 其實我很記得你那天在Trade Show 說 你也可以不停跟別人說 其實我也是想做一些對大家的身體健康也好 Good for the earth and all that 其實你本身是不是一向都是這些很關心大自然和世界的人呢? 當你學會了愛自己之後 你會感受到這個世界 或者想幫人,想關心人的百分比多了 OK 當自己還沒做到自己的時候 不會有太多的 energy 或者是空間去想幫助這個世界 所以我是覺得人越大 了解自己身體和自己的情緒多了之後 你會越多愛 但當然你也會認識到很多人 可能未有這件事 是因為他未夠愛自己 他太過受社會或世界影響 而迷失了 我覺得首先條件一定要愛自己 不是說的 是一定要做的 對 都是所有事情 都是你保持到自己 才有能力去幫助其他人 或者你身邊的任何事物 對 是一定要吃得健康 睡覺 家人和人有一個好的relationship 其實說得很容易 但做不容易 所以我也是慢慢地學習 如何去調節自己 不要太忙 給多些時間出來 去留意一下自己 其實真真正正我 天父 就是上帝製造我 在這個世界上的功能 和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都很多時間去沉澱自己 去留意 當你越多時間去思考這些 就會發揮到 可以為大家做到的事會更多 所以我是享受我現在做這個business 非常之好 謝謝 這整件事 尤其是大家 回到社會很急促 根本上沒有這些空間去思考 當你思考清晰的時候 就自然發揮到你的所長 簡單來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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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你今天和我們來聊天 謝謝 也很感謝你肯加入我們 謝謝 Hungry Huggers 沒有忍受我 謝謝你 支持你的 謝謝 我也告訴大家 我們是怎麼回事 其實Hungry Huggers 是一個飲食職人的平台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件事呢 其實我幾年前 開始和身邊的人聊天 其實原本我自己身邊很多 我都覺得自己的朋友 很多很talented的人 就算不懂的 在街上看到 看電視 都有很多talented的人 但就好像 因為這個社會大家都要 追著買樓 就好像 很多人放棄了自己的talent 聊聊聊 發現原來 在飲食方面 有很多人 想做自己 很 passionate的事情 但是又欠了一些 渠道去 去 go further than 一個 weekend market 那樣的事情 我們才會 故意 跟那麼多人聊天 公開大家 搞個平台出來 可以讓大家 直接 找到你們 任何時間 你就可以繼續 焦點去你做的專長 你去製造你的 肌肉花 健康食物 記得大家可以 有空看我們 都支持 Sophie's Functional Food 謝謝 訂閱、按讚、 追蹤我們 對 記得訂閱和分享 謝謝 拜拜 拜拜